縮排位置,像這個 break 部分的話 一定要是在這個的底下 而且要在這個 這個 printer 的下一個 不能是下一階 就是你不能是上一階 如果你上一階變得怎麼樣 它跑快要第一次,跑到這邊就停下來了 就跑一次 OK 那更不可能說你把它放在最外面 因為最外面的話它會出現叉叉有沒有 它會跟你講說這個 outside loop 意思是說 它一定要是 這個 break 一定要是在 這個 loop loop 就回圈的裡面 也就是你不能放外面 怪怪的,這 break 要幹嘛 所以這個 break 的位置 一定要放這裡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剛剛同學有提到一點 其實像 C 等於 C 加 1 我放這邊是說這個邏輯判斷完之後 再加 1 但其實理論上當然另外一個做法說你如果 把它放在答錯的下面 對不對 可以啊 因為也是答錯之後加 1 這兩個邏輯其實 結果應該都可以 OK 只是說那個敘述的方式不同 所以我講過了 層次真的好 最後每個人想到的方向不一樣 寫出來可能也不一樣 那怎麼 當然只要是正確的 邏輯沒錯的 那你習慣的方法那個就好方法 OK啊,你千萬不要是硬是 硬是要改成別人的那個寫法 沒有說老師寫的一定就是 才是標準答案 我是可以接受那個 就是你 你的答案是也是符合邏輯的 但是跟我寫的不一樣 是沒有問題的 OK 是 所以如果答錯了再加 1 那那個下面以後還要再說白 下面要說白嗎 不用啊 就是他加 1 等於是說 他只是說把這個 C 裡面的詞 改變而已啊 那到這邊其實不影響 因為讀到的 一樣就是也是那個 C 裡面的 的資料嘛 是這個地方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 當然你說這個地方需不需要再按一個 tab 鍵 讓他下一階 其實在下一階應該也是OK的 應該他判斷 也是 break OK 所以這個大概怎麼寫 比較OK 再揣摩一下吧 OK 所以有時候 當我們寫完成日之後也會不斷去思考 換個方式 換個 寫法 是不是 比較好理解 另外邏輯是不是也比較正確 這個可能才是要需要花時間的 那我只是說我寫出來一個 一個版本我放在那邊 你們也可以看看 那如果以後 想想一想 你說老師我想到一個更好的版本 我要跟你分享 我是蠻開心的 因為我很希望說 有人跟我互動一下 沒關係你可以 有一些你的寫法 我不會說排斥說 你的寫法就不對 這種想法OK 所以 我剛剛寫法是這樣 也許這個 這個可以再斟酌一下 OK 每個人想法 都不太一樣 沒關係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把剛剛的那個寫法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用VBA來寫 那你會發現 其實 大體上的架構都差不多 差別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在VBA裡面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把它改成 之前是中瓜府 那這邊的話 外面要包一個array 意思是說 我要把後面的資料 變成一個 正列 那 差別是說array後面是加小瓜糊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 就是 會有一串的資料 那概念跟那個python是一樣的 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你不能隨便 按Enter 如果你要按Enter的話 我講過 你要多加一個底線 才可以換好 那這個是規則啦 沒辦法 這個規則你可能要記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換行的話記得 一 請你找到 某一個你要換行的點 一般都是找到豆點 後面的 空白 特別是 要在空白後面加 底線還可以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想要在 哪個 6月好了 6月後面這個豆點 的 空白 空白的 右邊 先加一個underline 這個時候你按Enter 它 就 不會出現錯誤啦 OK 所以特別是習慣我會多按個TAB 因為它是在 這個陣列的下一層 OK 所以 理論上會這樣子 那就可以做 縮排 只是比較囉嗦一點 多一個underline OK 這個底線部分 每個層次都 每個層次都規則啦 那沒辦法 你可能要記起來啦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底下就 亂數嘛 所以我們前面是用random range 那這邊是用rnd 要講過啦 加1嘛 1到12你可以寫成這樣 加1 這邊乘以12 外面包rnd就可以了 至於規則 可以自己在 再看一下之前講的 或者你可以在這個rnd上面按F1 其實VBO我覺得有個好處啦 還蠻方便的 按F1 就會跳說明出來 有沒有相關的 有點像是 官方的電子磁點一樣 上面都有寫 寫的 但是 一般人看這個可能會看不太懂啦 不過因為我們看久了 已經看他看了快30年了 所以上面長什麼樣的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就看中了有點像磁點 不是叫你用背的 而是你要知道 我需要什麼樣資料 傳什麼參數 返還什麼結果 其實上面都有講啦 OK 所以有空的話 有興趣的同學 也可以看一下 另外他這邊還有一些什麼參閱啦 參閱的話 如果你想知道那個VBA裡面到底有多少個 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這個其實裡面都有 它會列出個清單 100多個 所以如果你想要徹底了解 這邊找一找應該都有 可是它跑 跑很慢 算了 可以關掉 那底下的話一樣 我們前面是畫一嗎 不過這裡我寫什麼 Do while e e的話 也是一樣 它是True 所以Do while True的話一直 這個敘述意思是說一直做就對了 做什麼呢 輸入 Input Box 然後得到一個m 如果m等於mr的話 那特別是 這個中間只有一個等號而已 答案正確 It is do 離開這個 這個回圈 反之的話就答錯了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幾月 我現在輸入一個錯的 答錯了 輸入一個正確的 答案正確 就跳裡了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我今天 我不用這個陣列 而是 因為你會發現 在Excel裡面本身就有清單了 你想說老師我不要用這個清單 我要直接用這邊的清單 取代這裡的清單 那我應該怎麼改 其實這也是我蠻喜歡用VBA的好處 因為直接可以存取 上面有資料嘛 那如果你用Python的話有時候你要存取還沒那麼簡單 要不然你要把資料放資料庫 有時候還要再隔一層裡面你要寫很多東西 那如果你要存取都很簡單 這個儲存格 你可以用那個叫Sales的一個物件 瓜糊後面他就跟他講說哪一列 第一列到第12列 這邊的話基本上如果你要改寫的話 一 請你把這一個 資料刪掉或者註解 註解的話呢 Python是警號 那 VBA是單以號 OK這個就沒有了 第2的話呢請你把這個地方改一下 改什麼呢 把它改成用Sales 刮糊 他會跳第1個訊息 Row index 哪一列啊 哪一列 有沒有 1到12列 所以 我們是根據什麼去抓資料 當然是根據MR 所以這邊的話打MR 豆點 第2個訊息 哪一籃啊 那就D籃 要不然就是我習慣是用A籃 A籃的話你必須用那個文字 前後刷以後 後刮糊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 就可以把 剛剛的陣列 寫法 本來是存取這邊的 陣列 現在的話呢 是直接存取這個清單 到這邊來 的這個寫法 OK 執行給各位看 結果會不會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加1 1 減掉哪一個 你說這個嗎 這不用啊 因為 他一樣是1到12 啊 其實 Excel的好差的 index 他不是0開始 他直接從1開始 所以比較沒有問題 有沒有 比如說 他 這個亂數一樣是取1到12 所以如果他今天亂數得到1的話 那剛好 就是第1列的A籃 那不就剛好這個 OK 所以這個地方不需要去 去變喔 OK 歐巴執行給各位看一下執行 這個是幾月呢 那如果我先輸一個錯的 答錯了 4月 4月理論上應該要兩邊match 答案正確 OK 所以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 改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那 當然 這個地方是 比較方便的點 因為VBA可以直接存取 OK OK 再順便補充一下 那 底下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這個 這個部分我是沒有 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 請各位同學再試著寫一個 練習題吧 如果我希望喔 在那個python裡面喔 幫我寫一個程式 就是 剪刀石頭布 的一個小遊戲 怎麼做 OK 當然你思考點啊 剪刀石頭布 那總共會有幾種可能 三種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亂數嘛 亂數不就是123嘛 對不對 123 1的話就剪刀 2的話就石頭 3就布 再來的話你就出好了 那出完之後兩邊比較一下 你就知道誰輸誰贏了 所以贏 最後的可能也是三種 要不就平手 平手比較簡單 兩邊相等就平手 要不就是你贏他 要不就你輸他 應該沒有第四種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寫一個 例子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小遊戲的話 該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試試看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